如果太空来信说的没有错的话 一年后地球就没有了 到时候做什么都吃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 范贤在想 如果地球真只有一年时间了 那还打什么禁忌之门呢 还战斗什么呀 还不如回去南庆 跟自己的亲人 好好度过最后的时光 就目前的这种情况来说 无论人类做什么 好像都是徒劳的吧 可是范贤又不甘心 凭什么 因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说只有一年的时间 自己就要相信 地球真的只有一年时间了吗 范贤眉头一沉 声音冰冷 眼前 我们首先把禁忌之门 这狗东西给灭了才行 不论如何 原计划不便再说了 难道我们要因为尚且 不知道来源的消息 就自乱阵脚吗 但是我们所有的计划 都要做出些调整了 范贤微微抬头 目光朝着天空看去 一年之内 击溃基因阻地 如此也算是给大家打气了 此时范贤的脑海中 已经有了些完整的计划 陈多 你通过去一下白色宣告基地 我得想办法让司灵 制造些东西出来 原计划不变化 保密还是得保密的 这是他们目前要做的 可以想象得出来 如果这消息传播出去 那人类世界就真正的不战自败了 至少在范贤他们没有弄清楚 这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之前 这消息是不能传播出去的 虽然说荒野上的人们 对于上古密文 多少是知道些的 可是在人们的常识中 上古人类被灭亡之后 太空中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了 如果现在知道 太空中不仅有人类 而且还在战斗的话 他们会怎么想 万一情况失控 那就真是任何人都无理回天了 不过 如果范贤他们对太空的情况了解了 知道为什么在战斗 知道敌人是谁 知道为什么会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那范贤再去劝说人类的话 话语就会变得更加有力 白色宣告基地 范贤又来了 司灵还在各个层走动 清点着在开建的机甲数量 进一步熟悉基地中的各种设备 范贤左右看看 直接开口说道 系统 我想让你制造一个 能够追踪锁定 进击之门本体位置的装置 大概需要多久 白色宣告基地 系统的声音出现 如果你能将与进击之门的 分布式站点关系紧密的机器人 抓一个过来给我 就可以制造追踪器 如果没有的话 就造不出来 想想看 按照我目前知道的情报 那应该是圣主吧 你可知道 圣主的实力 可都是神宗师级别的存在呀 即便范贤现在打破了脑袋瓜子 也不是对方一根手指的对手吧 那 追踪分布式站点的装备呢 实在不行 那范贤想着 咱们就退一步好不好 沉默了片刻后 白色宣告基地的声音 再次响起 可以 不过也需要抓一个 与分布式站点 关系密切的机器人过来 按照你们的说法 那十二圣时 你随便给我整一个回来就好 范贤始终怀疑 这AI系统 不会是跟自己抬杠吧 你可知道 十二圣时 那可都是圣宗师级别的存在 天哪 而且还是圣宗师高节 差一步就是神宗师的水平 那也是一根手指 就能把自己摁死的吧 不过 范贤沉思片刻后 觉得抓一个十二圣时 还是有希望的 至少能够先锁定圣城的位置 随后 范贤找到了紫苑 带我去天空看看 紫苑也没有犹豫 直接控制一块石头 带着范贤飞到高空之中 如此 范贤就能看到整个海城的地貌 成都也在这石头上面 在空中飞行了许久 范贤是第一次将整个海城巡视一遍 范贤开口问道 陈多 在你们那个时代 海城大概有多少人口啊 成都想了想 在脑海中搜寻着记忆 然后说道 官方统计的数字 大概在三千万左右 不过在后期战争开打后 海城这边巅峰时期的人口 应该在五千万左右 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 范贤沉思片刻又问道 你觉得整个荒野上 分布在各个城市定居点的人类 加起来 大概有多少 突然间 成都好像明白了什么 这应该不大可能吧 他惊讶地看着范贤 震惊了片刻 然后开口道 后文明时代 后勤补给的能力 跟我们那个时代 完全是不一样的 人类只有分散了 才会有活下来的机会 如果集中起来 补给物资跟不上的话 那这城市 绝对不会是问题的解决方案 而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啊 他顿时明白过来 范贤是想将整个荒野的人类 都集中在海城这边 也就意味着 成都之前所知道的月牙城 岩石城 上书城等等 所有的定居点城市 所有的人类 都要迁徙过来 如此大规模的人类迁徙 即便是在核爆蔑视之前 也不敢这么想啊 范贤点点头 抬头看看天空 如果那一年之期是真实的 到时候 人类如果想要活下来 就只有聚集在一起 再说了 就算没有那一年之期 等禁忌之门回过神来 他必定会对荒野上的人类定居点 开始进行定点清理 各个击破 只要人类的兵马 不能及时到达 那人类就会被逐个击破 如果不是得知那一年之期 范贤也早就有这样的打算 将整个荒野的人类都集中起来 这样就不会被机器人逐个击破 海城 必须成为荒野上唯一的都市 如此 人类才不会被各个击破 而海城 必须成为超级都市 超级都市 成都紫苑都被范贤这个计划给震惊到 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中出现过很多 可是在后文明时代 人类已经成了各自为政的独立个体 数万年来 有谁想起过 原来还能建造一座超级都市 再说了 海城目前的情况是 最基本的建设都还没有完成 如果真将各地人类都迁徙过来 那怎么安置这些人类啊 光是食物水源的问题 就足够将海城目前的状况给击垮吧 十万克隆人勉强安置了 如果整个荒野人类都往这边迁徙的话 那该怎么办 那就等海城的基础设施都完成了 就开始执行 虽然成都也觉得 范贤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可即便要迁徙 大概也会要等海城的建设完成的差不多才会执行吧 然而范贤却不这样认为 不 已经没有这么多时间了 在范贤的内心 他宁愿相信那一年直说 所以他必须要早做准备 成都 让谢耀留在这边 继续观测月球的状况吧 你去趟羽牙城 将这个想法与玄火那些人阐述一遍 迁徙 必须立即开始 虽然人类会在这过程中吃亏吃苦 可如果不迁徙走的话 等禁忌者们从阿瑞斯病毒中回过身来 那就真的晚了 成都默然 他只能点点头 月牙城 夜已经很深了 可是玄火丝毫没有睡意 这几天他可是焦头烂额了 与机器人的交涉 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愚蠢的事情 如果不是范贤说 只要能将人类救出来 一切手段都可以 可是他喵的 明明已经告诉他们 所想知道的事情了 可这些机器人 竟然毫不犹豫地反悔 将那些被抓的人类 送到矿山中去挖矿 按照玄火的脾气 为了拯救那些落入虎口的人类 他必定带兵杀过来了 可是范贤的分析 太有道理了 如果这一切是机器人的阴谋 就是要激怒玄火的话 那自己如此鲁莽的竞兵 肯定会断送荒野人们 这些日所有的努力 所以得忍耐 可是在月牙城 有一件事是玄火 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的 老子就说 这世上最靠不住的就是女人 从我们出兵到现在 就没有见过月牙 也不知跑到哪里躲起来了 月牙城 月牙城主却不在 别的不说 反正玄火是受不了这样的人 逃兵就是逃兵 执政官不能这么说 城主说他出去找旧兵了 哎 罢了罢了 这场战争啊 有没有他都一样 虽然基因祖地那边的战国 已经传了回来 可是月牙在基因祖地出现的消息 却没有被传播回来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 月牙是人类联盟的人 执政官 范贤公子在线上 正说着 有人来报 很快 全火便召集所有参加会议的人 在月牙城的会议室集合 而范贤也是严谨一概 开口便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 海城建设 整个荒野上 所有的城市 将人口都迁徙过来 将海城建设成超级都市 最终决战 很快就回到来 另外 成都会过来 跟你们讲具体的事情 仅仅是这一句话 范贤再没有多说半个字 然后就下线了 因为在那边 范贤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而听到这个消息 玄火等人都懵了 就这 没了 以前建立荒野联合体的时候 大家的想法 就是建设一个统一的机构 这样能够协调战斗啊 可是 现在怎么就突然变成了要融城呢 而且还要将所有城市 所有的人口都聚集到海城 可是 海城能够容纳得下这么多人口吗 你们 你们觉得令牌持有者 这是什么意思呀 沉默两久之后 有人才弱弱地开口 不是很确定 范贤所说的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而 还没有等到别人的回应 那视频突然又打开了 还是范贤 如果有人不从 有人觉得千禧没有必要 谁现在可以提出 范贤停顿了一下 众城主顿时心情舒适了些 原来范贤是在跟他们商量啊 他们心中当然是有意见的 毕竟他们的城市虽然不大 可是在那里都生活了几十年上百年 甚至有的城市都城里有上千年的历史 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 可是 还没有等他们将自己心中所想的事情说出来 范贤的声音一沉 声音如同万年寒冰那样冷漠 提一提可以 但是不迁徙的 不用等禁忌之门来灭你们 我范贤会第一个出来灭了他 不说了 我要下线了 范贤的意思很明确 有意见可以提 但是大方向不变 千禧 戎城 从此以后 这荒野上只有一个城市 名字叫做海城 每个城主的心中 此时都五味杂陈 他们现在还能退出吗 怕是不可能了 如今的范贤 即便不依靠荒野联合体的兵力 也能轻轻松松将他们给灭了 且不说古武者联盟 人类联盟 神庙这些势力 光是范贤手上控制的机甲 就足够了 当然 大多数城主都相信范贤 只是他们不知道 范贤为什么要这样做罢了 范贤公子 从来都不插手 范贤 范贤 这几个字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不已 难道说范贤公子已经找到了禁忌之门的老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是理解 范贤公子为什么要强制迁徙了 你们想想看 这些年来 我们孤城作战时 一旦被机器人攻打 我们的做法是怎样的 逃跑呀 而且 即便是这样 我们还是损失惨重啊 对于这点 每个城主感同身受 另外 你们看看矿山 这两天机器人想要潜入人类城市抓俘虏 真是太容易了 假如我们所有的人类都集中在一起的话 那机器人就不可能再抓到俘虏 如此 我们也不会像今天这样 被机器人给威胁了 中城主都在点头 眼中露出了对范贤崇敬的光芒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divine 拜拜 奶油 窚 小寇 我们下集中 好了 煎 possibile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